刚开始喜欢多肉植物的时候 就是因为发湿而吸引的 就是因为那个黑发湿 然后我觉得哇 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多肉植物啊 我觉得太好看了 才赢我入圈 但是发湿它真的好养吗 特别在我们南方 它真的好养吗 真的好度下吗 所以今天我们就专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发湿多肉 发湿啊在南方是真的不好养 而且现在的发湿品种很多很多 它就这个一个系列就非常多了 反正就是品种多到你都可能好多东西 你就不认得 啊这个是这个的杂交啊 那个是那个的呀 反正乱七八糟 反正反正我是养不好 养不好这个发湿呢 跟这个技术真的没有关系 这个真的就是老天爷不赏饭吃啊 特别是这种夏天时间 本身就很长的这种城市 你想要养好发湿的话 真的比登天还难 因为它夏天的时间很长 这个发湿都在休眠 一直都是死的状态 干的状态 因为多肉植物就是这样 它都失去了光赏价值了 那就那有啥价值呢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理性一点 真的是要理性一点 北方的话养法师肯定比我们养的 南方要养的好 当然我相信我们有些南方的话 有朋友可能也不服输 我养的就挺好的呀 我觉得我养的都挺好啊 好的话记得拍上照片 发到我的评论区里 我们在评论区里抽取三位 最漂亮的发湿玩家 好不好 抽取三位 我们有送小礼物给你们哦 快点来参与 加油 我等看你们的图片 现在的法师品种太多了 真的一口气可以叫出好多好多名字来啊 像我们常见的像这个 黑法师 紫阳龙 还有末法师 万圣洁 北确兵 霍凤凰 香炉盘 五眼巨人 红胡同 和黑胡同 还有 小修 是不是 很多 还有 还有很多 养过法师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有些法师的品种 它是会有这个臭鱼烂虾的味道 真的超级臭啊 我查了一下网上一些资料 他说这个法师发出来的这个臭味 是为了驱赶虫害 我就纳闷了 这虫不就是喜欢这种臭鱼烂虾的味道吗 好奇怪啊 真的还是假的 你们说 好奇怪啊 好奇怪啊